这里是黄河流入甘肃的第一站 现在的黄河俨然已经有了一条大河的气势 这里被称为黄河蓄水池 这里是黄河首区生态草原 是一种非常显示的状态 跟它一挠脖子是不是 这里湿地密布 河岛蜿蜒 黄河之水自天上来 它湿地的作用就是夏天蓄水冬天放水 这里山河辉映 气象万千 日落时分 天空终于又打开了一扇窗 将阳光洒向我们身后的桃园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 黄河行 第四集 黄河入农 美在马区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 黄河行设置组 结束青海省果落藏族自治州的拍摄 这一站来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马区县 在藏羽里 马区就是黄河 黄河干流流清中国九省区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 马区县是唯一一个以黄河命名的县 在甘肃 黄河两进两出 流清甘南藏族自治州 临下回族自治州 兰州市和白蚁市四个市州 跨越中国地形的两大阶梯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913公里的流程约占黄河总长度的六分之一 甘南藏族自治州马区县是黄河第一次进出甘肃 在这里 黄河自南东北三个方向环流马区县境四百三十三公里 形成九区黄河第一个大拐弯 黄河首区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 黄河行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马区县 马区是黄河流入甘肃的第一站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黄河来到甘肃之后的景色吧 现在的黄河俨然已经有了一条大河的气势 河面有百余米宽 流速也很快 看得出来相比于我们之前去到过的上游地区 水量有了明显的增加 马区也被称为黄河的蓄水池 黄河在流过马区之后增加的净流量 约占全流域净流量的12% 说实话 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 我也感觉非常的震惊 一个线却能为黄河增加如此多的水量 那么这一次就要我们一起走进马区 一起去了解黄河之水哪里来 地处青藏高原东原的马区县 是黄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补给区 全新面积10190平方公里 黄河干流流经全部八个乡镇 马区第一站 我们前往湿地密布的阿万仓镇 天不亮我们从马区县城出发 始出现成没有了路灯的草原更显宁静 40多分钟之后 我们在晨曦出路时分 来到阿万仓草原的一处观景平台 气温5度 凉风袭袭 太阳还未升起前的阿万仓草原 处处都透着凉意 像初冬一般 时间是早上的5点多钟 我们来到了阿万仓草原的一个高处 准备在这里等待日出 来欣赏晨光出现后属于草原独特的美 身后是阿万仓镇 左手边是黄河 周围是一万无际的广袤的草原实地 它们为黄河含有了非常丰富的水源 此刻草原 城镇 黄河 包括我们都站在这还未完全明亮的天穷之下 在等待着阳光出现 为我们送来一个温暖的拥抱 来驱散良意 厚厚的云彩遮住了出生的太阳 在云层与远山之间透出一些明亮 静静地等待中 云层随着太阳升高不断变化 一个小时之后 太阳冲破云层 将光芒投射到对面的群山远处的黄河 以及山脚下蛇区蜿蜒的湿地草原 一年四季 一天当中的不同时刻 阿万仓草原都有不一样的美 虽然起了个大早 我们没有看到太阳喷波而出的那一刻 但是大清早看到这样一幅自然天成的美景 仍然让我们觉得不需此心 杨书记您好 亚彭你好 我们一路从黄河走过来 觉得你们阿万仓的生态真的是特别好 我们远远看一下一望无际全是绿色 几乎都看不到周围山体的颜色 对 因为我们阿万仓湿地的话 是咱们麻取湿地的一个代表 那这里的这种湿地草原面积有多大幅 这个湿地的话是我们现在是阿万仓 整个的这个草原面积是232万亩 整个这个阿万仓的这个湿地的话 现在是660公顷 660公顷的话将近9900亩 马区是甘肃唯一的纯木野县 草原面积占到全线面积的90% 马区草原美在阿万仓 而阿万仓草原最美的地方 就在贡萨尔喀姆道沼泽地 贡萨尔喀姆道沼泽地 藏语的例子是贡区 马区 塞尔区 道际区三条河流 与黄河汇流之地 在这里一条条蛇区状的黄河之流 在绿草如荫的平环草原上蜿蜒流淌 黄河就在北岸这如化般的草原 与南岸绵延的青山之间流淌 黄河在流经麻区之后会增加很多的水量 这些水是从哪来的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黄河之水自天上来 咱们的湿地这一块 它湿地的作用就是夏天蓄水冬天放水 然后是我们的雨季的话 是集中在五月份和九月份 雨季特别大 因为到七月份的整个湿地的话 就水基本上就是溢满了 我们还是走过来看一看 就是我们现在走过的这些土地 都不是那种干的草原 对 蹲下来看这些都是泥 夏季整个草原上没有是干燥的 它都是潮湿的这种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圣 在马区 湿地就是黄河的蓄水池 沼泽湿地草原 绵延黄河首区区部 阿万苍镇这片海拔 海拔大3400米到3700米之间的湿地草原 有着厚达60厘米到80厘米的黑土层 每年超过600毫米的充沛降水 加上高寒阴湿的气候 让这片潮湿地像海绵一样 风水漆蓄水 枯水漆排水 也让上百种沙草科 豆科 龙胆科的植物 能够在这里着重生长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来到的阿万苍湿地 从我的左手大家跟着我环顾一圈 全都是高山 我们现在好像是在群山的环抱之中 对吧 所以这些山上这些高山的这些山泉 包括再高一点的高峰的这个冰川溶水 都会汇聚到这个湿地当中 对对对 水都在这儿了 水都在这儿 周围的水都是这样存在的 看到没有 就存在在这个草原上的草下面 它这个水量有多丰富 有形容过吗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数字 黄河在流过马区之后 会增加12%的这个水量 就相当于黄河全流逾12%的水量 我觉得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黄河起源于青海 成河于马区 对 流近433公里 就是增加这个黄河的补给量 说到黄河与马区的关系 杨尼布的话语里透着马区人的字 在这里发育于巴雅喀拉山 阿尼玛青山 西前山 泥山的数百条大角之流 汇入黄河干流 群山环保下 连迷湿地的涵养 让这里成为母亲河的蓄水池 贡区 塞尔区 道吉区 三条黄河支流汇合 在纳戈尔附近注入黄河 黄河岸边 通过无人机的拍摄 我们看到一幅更加壮观的景象 航拍无人机 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高处的视角 来了解这一段黄河 这是我们当地的航拍老师 豆哥扎西 飞到了多少米了 现在才67米 飞行的高度逐渐地爬升 现在的画面看上去像是 一幅美丽的黄河画卷 在逐渐展开 现在看上去这一段黄河 确实是水系发达 河道纵横交错 无人机飞到310米高处 一幅更加壮丽的景象展露出来 宽达上千米的河道 行似发辨的水流交错 时而分离 时而聚合 通过豆哥扎西拍摄的不同河段的黄河 我们看到马区黄河的多彩之美 433公里的黄河干流 宛如黄河母亲温柔的手臂 环抱着高低起伏的马区草原 豆哥扎西从小在黄河岸边的草原长大 2019年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毕业后 到马区县荣媒体中心工作 因为有着上百次对家乡黄河的航拍经历 它可以说是对马区黄河最熟悉的当地人 我们和豆哥扎西从黄河岸边前往草原深处 不时见到各种野生动物 让我们仿佛来到一处自然保护区 湿地水塘几只赤马鸭悠闲的汽水 完全不在乎我们的到来 继续向前 摄像师王万菲在道路右侧的草原上 拍摄到一只跟鹰体型差不多的孟亲 我们在牧民家的草场上 发现了这一只 头上的毛发是白色的 身上是黑色的 好像脖子这里就是这种棕色毛发的一只 现在看上去是老鹰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机位能推到就这么特了 豆包是老鹰吗 对 确定是老鹰 确定是哪一种老鹰 这个还不确定 不确定 这距离越地远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其实这里是有栅栏的 里面就是牧民家的草场 对 我们能不能再近一点 可以 为啥 我们小心往前 不惜往轻动它 但是仅仅走出几十米之后 老鹰还是飞走了 我们大概跟着它已经走了很久了 现在判断大概率是追不上鹰了 因为它已经发现了我们 对吧 所以它一定会远离我们 对 虽然没有近距离的 和这个鹰有更多的互动 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 这个鹰在草原上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 所以鹰应该是你们生活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野生动物了 对吧 对 能不能给我排个序 比如说在你们生活当中 野生动物最常见的排行榜 排行榜的话 第一是什么 第一应该是鼠兔 哦 鼠兔 确实 但它很小嘛 对 第二是什么 第二是寒塌吧 应该 第三的话 就是银 还有狼 还有那个兔子 更近距离的排射 让豆哥扎西 认出前方牧场上的这只大鸟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狂 大狂是鹰科狂属地种大兴猛禽 马区草原有着完整的生态链 丰富的食物 让大狂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鹰科猛禽 白尾海雕 金雕 黑尔鸢 可以轻松迷失 就在我们发现大狂的不远处 一只藏狐的出现 给了我们新的惊喜 我们前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狐狸 是吧 之所以说它可爱 是因为它正在草原上放松 是一种非常显示的状态 它在干嘛 刚才是挠脖子是不是 挠痒痒的给自己 对 对 又挠了 藏狐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透过摄像机的镜头 我们看到 除了这只挠痒痒的藏狐 另外一只狐狸 也闯进了摄像机的镜头 这是一大一小吗 对 它们俩是在看我们吗 好像在看我们 真的是在看我们 好像被发现了 看看 它们在盯着我们 而且我发现这个狐狸 和牧民家离得很近 这边好像有个狐狸洞 它们是不是和牧民认识 对于我们这些外地来的朋友不认识 正在观察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是来干嘛的 所以在阿半仓这边 野生动物和牧民就保持这样一个距离很近 对 是吧 几乎是大家共享一片草原 现在的话就是 人的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越来越强了 所以就 人们也不会去伤害它们 然后所以就它们也不怕人 所以就在这个草原上 它们也就共同生存着 也许是藏湖发现了我们 不一会儿就躲藏了起来 多阁扎西告诉我们 前方不远处就是藏湖的洞穴 就这个 哦 还真是 看 有三个洞 我们声音小一点 先不要打扰到它吧 嗯 这就是狐狸洞吗 对 三个洞 这个洞真的挺大的 比我们在草原上看到的汉塔的洞 确实要大一些 对 而且不止一个洞 这里还有一个 哇 这个更大 我们现在看上去 里面的纵身都不到一米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拐弯 对 就是世界上就看不到了 它之前吃的 这个吗 这应该是个熟透 这是狐狸的食物啊 对 这是它吃剩下的 对 这个是狐狸的分辨应该是 哦 这是它的分辨 应该是今天的 所以刚才表演那个草原消失树的那只狐狸 应该就是从这个大洞里钻进去了 对 我们也不要打扰它了 好吧 好 我们已经看过它的家园了 对 接下来就让它继续自由自在地享受这片草原吧 对 藏虎 大狂 每走多远 我们就在牧民的帐篷外 看到这么多的国家体保护动物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 不过 以这样一种方式 走进黄河岸边这片美丽的湿地草原 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阿兰仓草原之行满怀期待 黄河岸边草原人家体验秘密生活 高原杯水季 这水估计有我一半种了 美丽湿地草原小镇旅游发展增添新活力 夏天游客多 这个时候到十月后清洁的时候游客就是特别多 《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摆旗系列节目《黄河型》第四集 《黄河入龙》《美在马区》正在播出 夏天的马区草原草色轻轻 山花浪漫 清澈的黄河流淌在远山与草原之间 视野所及 处处都是美景 继续向前 我们又见到了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景鹤 它们就在距离牦牛群不远的一片草场悠闲的密室 虽然我们之前也曾多次拍摄过黑景鹤 但是在牧民家附近见到这些高原精灵 既出乎我们的意料 也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阿万苍镇有五个牧野村 1568户 6000多名牧民分散居住在面积1546平方公里的阿万苍草原 黑景鹤觅食的地方 是牧民倒计日诞价的操场 你好 我说话能听懂 一边懂 有一边懂 我看你刚才在放自己的马 这是你家的帐篷 就是 我能去你家参观一下吗 可以 太热情了 一起走 邀请我们去日族一起走 我们是远方的家栏目 倒计日诞家的黑帐篷 就搭在贡塞尔喀姆道沼泽地上的贡区帮 他家养着200头猫牛 我们采访时 正赶上他的小儿子西道家也在家 你好 你好 乔地摩 西道家刚从北京现代艺术学院毕业 回到家乡的他更喜欢赤脚走路 踩在草地上的感觉 你好 感觉他们家是以这个帐篷为中心 周围都是平时的活动区域 那边我刚才看到阿乌乌乌乌 刚牵了自己的马 拴在那个地方 这边停在家里 这是你的摩托吗 就是我叔叔 叔叔的摩托 马区草原有四宝 河区马 欧拉羊 阿腕仓 毛牛和河区藏鸥 阿腕仓枕以湿地和毛牛组成 阿腕仓草原水草蜂毛 毛牛赶到草场上之后 牧民们空前时间很多 骑上摩托车 串起门来既快又方便 西道家的两位叔叔家就在附近 他们见到记者也很热情 这个帐篷的形状是一个 这个方形的 这也是那个毛牛毛边的帐篷 这是你自己建造的吗 你自己打的 自己拉起来的 就是 为什么要这么多根线呢 四根不就把四个脚撑起来就好了 比较穿动吧 就是以前的那些人弄的 所以它抗风 是不是很抗风 大风来了它怕不怕 不怕风 不怕风 十级大风 没事 没事 对 牧民竹水草 在小儿区在自家草场 选一处向阳临水 避风平坦的草地 搭起黑帐篷就是他们的家 黑帐篷是藏族地区牧民传统的著作 它由两大张黑毛牛毛支撑的后部拼借而成 通过栗杆 横梁和绳子支撑固定 小的时候冬天真不是没有 小的时候冬天也住帐篷 就是 后来条件好了就盖了房子 就是 冬天冷了就住进房子 嗯 现在我们墙上房子 对面 就是 原来房子一个都房子 原来 您说的原来是你小时候 就是 20岁以前 还是30岁以前 20 20岁以前 嗯 之后就家里就盖了房子 30 20岁以前是大地人 20岁 23岁 稻妻日大有三个儿子 小儿子刚刚大学毕业 大儿子 二儿子都是牧民 那您家200多头牛有多少草场 那个黄河 那边有河 黄河 这边到黄河 对 那边到那个山地 这边到这个山坡这 对 这么大一片都是你们家的 八个家庭 八个家庭 嗯 想说这么大一片 嗯 这个比较平坦的这样一片草原 可以说是群山环抱 周围都是高山 稻妻日大告诉我们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虽然自己家在镇上和公路对面 各有一处固定住房 但是夏天 他们还是喜欢住在自己搭建的黑帐篷里 在稻妻日大家 传统的黑帐篷里 也可以感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 一般都在这儿充电 充电 这个电能充多久啊 比如说家里会有缺电的时候吗 嗯 会有 也会有啊 什么情况下会缺电 嗯 比如说就手机多的话会有缺电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们刚坐下我看到我们摄像老师 没事 没事 那个没事 把我们摄像机的电池冲在这儿 所以今天阳光好 对 我们用一点你们家的电没问题啊 对 就是太阳光不好的时候 对 就电可能就缺乏 对 偶尔会有缺 所以比如说今天阳光好 它能储存吗 储存到明天使用 嗯 可以 也是可以的哈 和很多母区一样 草原上的女主人总是忙碌的 从我们到达的那一刻开始 西道家的妈妈就一直忙个不停 挤牛奶 食牛粪 晾晒牛粪 做了酸奶 我们不曾看到她休息片刻 我跟阿姨打个交互 阿姨 巧德莫 阿姨 巧德莫 阿姨 巧德莫 德莫 德莫就是回答我 你也好的意思是吧 对 这是酸奶吗 对 酸奶哈 阿姨听不懂汉话 你帮我翻译一下 阿姨在做什么 就做那个奶 嗯 这是鲜奶 对 鲜奶然后通过这个机器 一边流出来 这是酥油 对吗 对 另外一边就是抛去酥油的奶了 对 接下来准备用它来做什么 嗯 就做吃酸奶 在马区 牧民的固定住房都已经通了自来水 但是下木场的黑帐篷还是要杯水喝 杯水通常也是牧区女主人的事情 不过西道家体谅妈妈的辛苦 她在家的时候总会帮着妈妈到附近的道区去打水 走 我们去打水 因为住在帐篷里吃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没有自来水 西道家说我们去河边打一桶水回来 走 好 记者和西道家打水的道区 离西道家的家并不远 骑摩托车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道区是黄河马区段的一条主要支流 它和塞尔区道集区两岸的蛇区河岛 是阿婉仓草原上最美的风景 刚才西道家的妈妈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这个黑色塑料袋 她说这样的话把这个盖在这个桶口 水不会漏出来 就在这打水 我以前一直说自己是吃着黄河水长大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他们才叫真正吃黄河水长大的 不过这个还隔一道 是这个黄河水到自来水厂又送到我家的这个河水 它是站在这个河边去这个河的中间一点的地方 打这个上边清澈一点的水 好 西道家你咬一瓢 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水 给我们说让老师看一下 这个河水直接从河里打出来是比较清澈的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杂质 道区是黄河马区段的一条主要支流 我们打水的这一段河道 地势起伏不大 水流平缓 西道家一次次细心地摇起半瓢河水 十多分钟时间就打满里桶水 每次都要打这么满吗 对 这个晃一下就溢出来了 刚才出门前阿姨专门交代这个 为了回去不撒到身上和摩托上 一定要把它这样拧住是吧 对 这样压一下就密封好了 像打过去这样一桶水够喝多久 两三天吧 这一桶就够喝两三天 对 它是专门用来吃的水是吗 比如说洗衣服啊或者洗碗 也有也有 都用这一桶 两三天 有时候就来喝冰水有时候就来加洗 对 那其实对水的需求量不算特别大 这个桶也不是很大 一桶水家里这三口人两三天就够用了 两三天来打一次 那你经常打水吗 我经常会的 但是刚才西道家在路上跟我说 一般打水都是妈妈 家里的女人做的多一些 是吧 但是家里的这孩子孝顺的话 他会帮家里这个家长做这个家务 对 这桶水的重量并不轻 幸亏有了西道家的叔叔帮忙 记者才上了摩托车 好 好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怎么打呀 我想知道 就我一个人就直接拉过去 就不骑摩托是吗 对 好 可以吗 好 为了让记者能够坐稳 西道家的叔叔 还退让记者的手抓紧后座 好 高原杯水计 对 这水估计有我一半中了 走了 可以吧 可以 我给你两次带路过 那我都说不听 竟然还唱起了歌 好 打水回来西道家的妈妈 也为我们准备好了酸奶和油条 我觉得你们这个帐篷设计的非常有智慧 它上下拼起来了两层 这个白布是下面的 上面这个黑色牦牛的顶是上面的 一打开我们现在面前就是一个窗口 对 像是这个屋子里打开一扇窗一样 凉风吹来 现在体感是非常舒适的 嗯 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你在外面读书的时候 很怀念的家乡的那种感觉 嗯对 家乡的美景 坐在家里的帐篷内 对 你觉得这些年家里的这个变化大吗 比以前干净吧 嗯 环境好 对对 嗯我特别想知道你在大学里读书 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 是食物 是风景 还是 都有吧 嗯 在北京也能吃到藏族的食物 对 但我个人来看的话 就是应该是草原 嗯 就是最想的是草原 对 你觉得你 你为什么会想草原 草原能给你带来什么 因为就很干净 然后 开阔 对 自由 对自由 然后很 就没那么长 安静 对安静 对于未来 祈祷家还没有太长远的规划 现在他主要是在现场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因为 西道家毕业于北京一所音乐院校 记者奔向请他唱一首草原歌曲 不过他有些腼腆 他更愿意向我们展示的是 小时候就拿手的赶牛绝技 西道家给我们拿出了一个他赶牛的工具 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我们现在要离这个帐篷远一点 因为这个石头会扔很远 而且有一定的力度 所以为了不伤及别人 感觉我们我们两个和盛生老师 支身前往这里 开始进行这项草原上的投石运动 他也给我准备了一块石头 好 先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工具 就这样的 有点像弹弓 这边放就 怎么使用手法教一下我们 手法就是 所以这块是一个圈 是挂在指头上的 这块是一根这个直的线 是握在手里的 对吧 手的抓的这个姿势就是这样了 对 接下来 接下来就可以扔 好 首先确定一下 因为我之前见过 这个石头扔出去 如果砸到人是很疼的 对吧 所以你要确定去保安全 我们摄像老师都在这 好 我这个肯定没问他从小玩这个 我只是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在草原上碰到这个工具 一定要在安全的这个 这个范围内使用 好 哇 飞了 看到没有 没了 甚至听不到这个石子落地的声音 如果它扔得很近 它会有落在这个草子上大的声音 对 飞出去还是旋转的 一直走了很远 你最远能扔多少米算过吗 没算过 简单的工具加上随手可以捡到的石子 天长日久 就可以练久 这首赶牛绝技 在马区 这还是一项牧区比赛项目 牧民掌握了这项绝技 通常可以让牧归时分 还埋头吃早的牦牛不至于落单 早点回到牛群 傍晚时分 吸到家的牧牛陆续回到家里 夕阳夕下 知情安静的草场又热闹起来 在倒极输入家待了一天 我其实一直想了解很多草原上生活的变化 但相比于变化 我感受到更多的是 在草原上有很多事情是不变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一幅画面 牛羊成群水草丰美 对 似乎这千百年来 这里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 没什么改变 不同的是帐篷前的小汽车 太阳能板 以及远处宽阔的公路 在告诉我们 日子是在一天天变好的 但真正能给牧民带来幸福生活的 还是这黄河两岸广袤的草原 现在阿丸苍牦牛正在我们身后 尽情地享受着 黄河为他们孕育出来的这一片天地 就让我们今天的草原之行 结束在这幅宁静的画面当中吧 美丽湿地 草原小镇 旅游发展 增添新活力 夏天游客多 这个时候到10月或7月的时候 游客就特别多 民族文化广场 茶馆里 倾听牧区年轻人的心声 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家乡变得更好 那变得更好的话 必须得和我们自己努力 远方的家百奇系列节目 《黄河行》第四集 《黄河入龙》 《美在马区》正在播出 作客牧民到其日大一家 我们了解到阿腕沧草原 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除了草原上的家 越来越多的牧民在镇上有了新具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我们走进阿腕沧镇 这个美丽的草原小镇 就坐落在贡塞尔喀姆道沼泽地 北部的一处山脚下 小镇西部以民族文化广场为中心 四周市整齐的藏市民区 小镇东部各种生活服务和商业设施 大多在竹干岛集参入路两旁 走在镇上给我一种很安静的感觉 道路上的车辆不算很多 行人也不是很多 比较多的就是这样停在路两边的摩托车 这应该是往来于牧民家和镇上 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了 还有比较多的就是道路两边的商铺 看得出来生活在这个镇上呢 生活所需应该是一应俱全的 除了商铺和饭店 镇政府 卫生院 学校 也都坐落在其参入路上 这样的布局 既方便地从牧区赶到镇上的牧民 也为搬迁到镇上的牧民 提供着生活的便利 我们走进路边的一家餐厅 您好 打扰一下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栏主的 看到你们这个店铺名字叫师弟餐厅 就是 谁起的 我爸爸起的 您父亲 我父亲 为什么叫师弟餐厅 这边的师弟是原生菜的 就我爸爸就去那个师弟餐厅 李国侠是甘肃林夏人 15年前 他的父亲到马区做生意 后来在镇上开了这家餐厅 去年老人回到家乡 餐厅就交给他来打理 我在这15年了 这已经是我最爱的故乡了 18岁久了 这位是 这是我们的厨师 你好 你好 您也是林夏人吗 对 林夏的 这是厨师 这是老板 李国侠介绍 他的家乡林夏是茶马护士重镇 自古就有经商传统 距离马区又比较近 在马区做生意的人很多 李国侠的丈夫 在镇上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 主要服务于当地牧民 他打理的这家餐厅 除了本地人 还有很多外地游客光顾 生意怎么样 生意还不错 就你们两个人吗 我们两个人 就进这一家店铺 那生意忙的时候 能忙过来吗 忙的时候我老公来帮忙 家庭游客多 这个时候到十月或清晰的时候 游客就是特别多 李国侠的餐厅 以经营林夏面试和羊肉为主 对于外地游客来说 除了当地的藏族饮食 也多了一个选择 经营餐厅15年 李国侠也见证了安晚餐的变化 交通更便利 各种旅游设施也越来越完善 走出市地餐厅 我们和安晚餐厅党委书记杨尼布 来到民族文化广场 这里是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的场所 因为是周末 广场上玩耍的孩子们很多 这个广场呢 平时就是我们这个 牧民群众的一些生产生活 民俗文化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是跳锅庄啊 对吧 还有民歌弹唱啊 这些都在这里开展 我们在小镇上看了一圈 首先这个小镇封光 已经像是一个旅游的小镇了 另外就是配套设施啊 包括租宿啊 应该条件都是不错的 对对 现在一共建设多少年了 现在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建设的 那是四年 四年前 那大概要几年之后 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 应该我们按照咱们县委县政府的 这个规划的话 应该在两年以后 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塞进去 那现在阿万汤镇的这个接待能力如何 接待能力的话 现在目前我们的帐篷营地 还有的游客接待中心的话 是可以同时容纳三百人的这个 就餐和住宿 羊泥部介绍 马区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寒养区 除了通过治理草原山化来提高生态环境 近些年也在推进草序平衡 近十七亩草场养殖一头牛或四只羊 相比过去 牛羊数量会有所减少 国家对实行草序平衡的牧民进行生态补偿 当地也在通过发展旅游业增加牧民收入 接下来 他们还计划在贡塞尔喀姆道沼泽地 建设玻璃栈道和草地滑道 让来到这里的游客不仅可以观光 还能有更多的体验 那我想知道基础设施建完了 旅游业也在逐渐发展 那当地的这些牧民 他们是如何参与到旅游业的建设和发展当中 这几年 基础设施也是每年的逐步的完善 逐步的提高提升 这一块的话 目前的话 就说是向大学生积极鼓励 引导大学生返乡创业 是吧 宣传引导让他们开办咱们的这个穆加勒 还有咱们民俗的这个特产文化 民俗工艺品 手工艺品制作 这一块 想是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到这里 因为是这几年的 从18年开始 每年每年的这个游客也一直在增加 刚才您说的一点 我非常感兴趣 就是吸引牧民的孩子 就是在外读大学的大学生返乡创业 因为牧民孩子现在都接受了教育 很多都在外读大学 那你们建设完这些景区之后 现在有回来的吗 有几个回来的 去年回来了两个学生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他们现在主要是 就说是绘制唐卡 藏族的这个唐卡文化 他们绘制 然后有一个商铺 这些都是 杨尼布介绍 发展旅游业 让更多的牧民参与进来 提高他们的收入 这也是当地努力推动的 我们来到文化广场旁边的一家茶馆 好 这是一家我们这个牧民群众 自办的这个茶馆 茶馆 进来看一看 也是这个转型 就是这个放牧 现在是转型到咱们这个 自主开办一个商店 你好 茶馆主人名叫卓马佳 卓马佳 今年46岁 他的家就在离镇上 不到5公里的贡在村 这家茶馆 并不出手藏式奶茶 而是提供绿茶 红茶等 针对外地游客的茶品 卓马佳有两个儿子 在县城上小区的小儿子 正准备返校 和他一起放牧的大儿子 收花间也走了进来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 丹针针针 财让 对 那和弟弟都叫财让 对 这两个字不一样 嗯 22岁的丹针财让 除了跟父亲放牧 还通过自学考试 成为兰州一所大学 会计专业的学生 为什么选会计这个专业 因为 是因为家里开了家馆 要经营吗 对 对 现在我们这边是 就是刚开始发展的 旅游这些 因为这个方面的话 需要会计 对 那你很有这个前瞻性 先规划自己的未来 这里马上要做旅游业了 对 这就是书记之前跟我们提到的 对 当地的牧民 尤其牧民的孩子 他们在旅游业发展起来之后 就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找到适合自己 让他们就融入到 咱们这个旅游发展上 嗯 卓马家的茶馆 刚刚开办一年时间 生意主要集中在旅游网期 因为茶馆房子是自己的 不需要支付房租 开业一年来 将近3万元的收入 也是他家除了牦牛之外的 另一项收入 但仲裁让 曾经到上海 苏州等地工作 两年前回到家乡 在外发展这几年 开火的事业 这也让他对未来的发展 有了更明确的规划 他希望在镇上开办一家 藏族共一品商店 那你外地的朋友 有来过你这家乡旅游吗 有过 接待外地的朋友吗 对 就是一个苏州的一些朋友 他们来过这个地方 他们怎么评价你的家乡 他们评价的是很自然 就是很优先 优先就是 然后就是很美 就是这种夸展 你都赞美了 对 那你对未来 家乡未来的期许是什么 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 就是我最大的就是期盼 就是 我们要把自己的 这个家乡 要变得更好 那变得更好的话 必须得和我们自己努力 然后就是给外地来的游客 给一种就是很优先自然的一个环境 这就是我所谓的就是期盼 这是你希望的 对 通过自己的努力 对 让外地的朋友感受到自己家乡的文化 对 和这么优美的自然风光 对 一杯清茶 口有余香 和淡正才让的交谈中 我们已感受到草原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 以及未来的畅向 天色渐晚 淡正才让带我们前往 距离阿晚舱枕不远的一处山坡 这里是欣赏草原日落美景最理想的地方 和我们等待阿晚舱日出时一样 这里以山河灰影气象万千的壮丽景象 再一次深深感染了我们 日落时分 天空终于又打开了一扇窗 将阳光洒向我们身后的平原 我们登上了克青山 想要再次看一看这河流交汇壮丽的景色 身后就是塞尔区和贡区的交汇处 他们在此交汇之后 会向东流去 在不远处汇入黄河 看到如此的美景 不免会让我想象 是否真的有一双手将它们汇制 而我一直觉得河流就是一位旅行者 他们会流过高山 流过平原 穿过峡谷 最终汇入大海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它年轻时候的样子 这些天在阿晚舱 我们也感受到了当地人对它百般呵护 将这份美好留住 接下来我们远方的家设置组 会顺着黄河 继续一路向前 了解更多马区的故事 行走黄河首区 夏日草原新生意不断孕育诞生 走进马区县城 了解草原新城的发展变迁 探访马区县寄宿至藏族小学 龙头金坛场传承草原文化 远方的家摆棋系列节目黄河型第五集 生态马区 《草原新城》敬请期待 《草原新城》敬请期待